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主要聊三位女性啊 那么就是俗称的三个女人一台戏对吧 那么就是聊一下近期啊 近期曝光度比较高的三位女性的工作人物 很有趣的一点呢 就是说这三个人的立场并不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反而是某两位哄托出的另外一位的伟大 那么我们先说这我认为比较伟大 或者比较正面的一位女性是谁呢 她就是在12月10日荣获中宣布 授予时代凯博称号的张贵梅女士 同时呢 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点 在12月的3号 中共中央同时呢 也授予了张贵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一下 那么就是在10月16日呢 她获得了2020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 并且呢 我在当月的20日啊 那么也专门出了一期节目 反驳了部分媒体 称其为所谓的中国特雷沙 这一个带有一定意识形态和不怎么伪光正的称呼 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内呢 其实张贵梅女士再一次的受到了这个媒体的关注 甚至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人民日报的微谋 把12年前关于她的报道已经放了出来 那么对她的行为 我只能说什么是几十年如一日 对吧 就是像张贵梅这样的女士啊 40多年在基层进行教学 就是几十年如一日 同时呢 自己身患绝症啊 也没有功夫去疗养 没有功夫去医治 这就是伟大的贡献 这个形容呢 无论是伟大还是贡献啊 所以说这两个词没有一个是夸张的 我认为是很符合很贴切的 那么关于她的相关报道呢 这几天还有很多有兴趣的呢 肯定有一定的了解了 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她那个偏远地区的女高对吧 在她的努力下呢 有1804个女孩子走进了大学校园 那么有人呢 返回女高成为了一名教师 有的呢 也跑去支教了 有的成为了一名警察 有的人也跑到了边疆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那么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几年前就很流行说 所谓的啊 阶层固化 阶层跨越这一类的东西 我只能说呢 在张贵梅女士的努力下 在那些学生的奋斗 勤学苦练之下呢 她们打破了老少边穷地区的枷锁啊 那么成功享受到了 成为一个现代女性的这样一个身份地位 这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阶层跨越啊 在张贵梅的女士的努力下 这些女性都完成了阶层跨越 对吧 那么要知道呢 我们一直说中国在搞扶贫啊 只是今年是攻坚的最后一年 对吧 那么扶贫之后 教育问题依旧存在 包括医疗问题 所以说呢 扶贫之后 中央政府对吧 还在还会持续的关注这些地方的教育和医疗 这是今后发展的重容之重 这也就意味着呢 张贵梅女士 其实已经在这块地区 把某些政策提前的落实了 把某些问题提前的解决了 在这里呢 我也无异于反目强调 她这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不爱听这个 对吧 但是我要这么说 首先一点就是说 信仰有可能不同 政治取向有可能不同 但是呢 中国共产党 你从他那个党章 从他成立的动机 从他的誓词 从他的那些成立衣食的那些人 以及他们一路走来做的那些事情 你就不得不承认 他是一个很具有理想化 能够团结出一批为之现身的人的这样一个政治团体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 在中国的党员的基数其实已经很大了 对吧 那就意味着有很多人的加入呢 也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那么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员 就是不是那种 有着无私情怀的 甚至呢 有一种为理想先生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那种所谓的共产党员 而这种人呢 目前在 其实在很多地方还是存在 甚至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 狭不掩狱 狭不掩狱 我们从共产党的基本来说 他整体还是一个比较无私的政党 唱唱歌呢 也没什么好唱了 对吧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政策 几十年如一日 就是解放发展生产力 其实呢 这就是一切的根源啊 当你不再为了物质条件范畴 为了一口吃的一口喝的 而去拼死拼活的时候呢 你才能追求自己的理想 对吧 因此虽然中央政府每年都会搞反腐 都会搞所谓的学习 搞所谓的巡视组 搞所谓的纪监委 那个各地巡查 对吧 但是 如何彻底的解决这一个问题 如何彻底的防止那些人为了私利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还是要等什么 机制物质条件丰富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国的基本的社会矛盾 对吧 那么苍里是二之礼一啊 那么只有这样子发展社会生产力呢 这样的人才会越来越少 哪怕你就是说一个道教徒 对吧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说过我是个道教徒啊 道士修炼呢 他也有这个说法 什么说法呢 叫做法财履地啊 缺一不可 第一是法对吧 受正法 第二就是财 你没有钱 说实话 真的很难修啊 很多东西你搞不定的 这是很现实的东西 履呢 不一定是伴履啊 就是说不一定是啊 那什么双修啊 这一类东西我们扯的有点远 就是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可以和你一起同修共计 对吧 这个就是履地呢 就不用说了 你修炼得有块地方吧 对吧 所以说道教所谓的法财履地 缺一不可呢 也跳脱不出这个物质基础 这样一个层面 甚至呢 包括很多人就是 练健美练健身 对吧 很多人练搏击 很多人练船舞 其实也是一样的 中国古代就是说穷文富武 对吧 你学武也得花钱 所以说很多东西就是这样 没钱 很多东西属于上层建筑 你接触不到 那么对于中国目前的这个情况呢 也是这样 为什么会感觉共产党 或者感觉政府 尤其是基层政府 逐渐的变得透明 逐渐的变得清廉 对吧 就是说贪官逐渐的再减少 那么拥官呢 这个东西很难说 对吧 那么还是存在的 还是存在的 这就是因为基本的物质条件 开始富足了 那么以往那些 需要开后门 走路子的那些东西呢 现在不需要了 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获得了 那么这样的人就会变少 对吧 那么我们再回到张贵美啊 那么我们回顾他一言一行啊 他那些 他那些行为言行举止 他无愧于什么这个共产党员的身份 我可以说是他把这个理想 把这种理想啊 为之奉献的那这一种 自我牺牲的精神 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 中国共产党员 他也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 应具备的高尚平德 那么说完高尚呢 那大家就知道 我说了另外两个人 衬托的他更伟大 对吧 那么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就是这个享受国家 听起干不待遇啊 前湖北省作协主席的人 王芳女士 大家有可能还记得 也有可能不记得 我再大家回顾一下 我曾经呢 在最后一期聊他这个事情的时候 说呢 我说不会再专门的开一期视频 去谈他 如果说再出现他呢 肯定是他那个个人的问题 对吧 水落石出了 或者遭到处理了 那么今天还是提一下 但是次要的提一下 我认为还不算 不算那个 违背我之前说的话 对吧 那么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往前时间推一点呢 就是11月底啊 11月23号 BBC出了一个 全球百大年度女性榜 这个东西呢 他们也做了一个 很中国式的艺名 叫做金锅百名榜 因为有很多人呢 但是 怎么说呢 与中国有关的 只有这三位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位就是王芳女士 第二位呢 就是所谓的 中国香港的学运女神 周婷小姐 第三位呢 就是这个十分神秘的 维吾尔族流亡女作家 这个名字不会念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人照片也没有 特别很 就特别有意思 因为这个百大女性啊 唯一一个没照片的 就是她 还有个没照片的呢 是至全世界 默默无闻的女性 对吧 是代表的是众生相 所以说呢 不带照片 那她是唯一一个 没有自己照片的人 然后呢 我们通过她的简介呢 可以看到啊 她是一位居住在 土耳其吧 应该是 那个致力于推广 维吾尔语的女作家 然后呢 她主要作品呢 就是根据新疆集中营的 近那个世纪 创作出来了一部小说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 也就这两个人爆出来的 那么这个匆匆上马 对吧 什么原因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与其相对的 还有一位这个 一位叫伊曼加勒 什么什么的女性 她是一位种族信仰的原因啊 人家穿的是那个 衣服对吧 那个要蒙面 要蒙着丽莎 那么人家好歹也配了照片 虽然这个照片只露了眼睛 那么这位所谓的流亡女作家 为什么不敢放照片呢 我们也没什么好揣测的 因为她也不是重点 对吧 但是呢 她这个上马的原因 我们相信大家已经猜出来了 那么就不细说了 好 跳过 我们这个女作家说完 对吧 那么就绕回她国内的前辈啊 这个也是作家 对吧 王芳女士 说实话呢 她那一堆破事 我也不高兴 老子要重谈了 那么要提她除了 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呢 因为她除了她上榜 对吧 她就言行举止 大家都知道 天天只都骂街 出口成脏 这就所谓的啊 作家啊 那我们不去谈 我们看一下 她最近又闹了个什么妖呢 在12月的14号 她发了一篇微博 也就前两天 对吧 说哎 这个邱毅啊 在4月份骂过我 哎 我怎么现在才看到 哎 我好像被她骂了 为什么啊 对吧 我说她什么了 她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啊 哎 我不知道 哎 我要转发存档 哎 就就等着她要道歉 可能她不知道 就是说呢 微博可以搜关键词啊 于是呢 网大网友 马上就指了出来啊 那个所谓的王芳女士 对吧 记性不好 腰椎 腰椎键盘制的脑子 记性不好的这个王芳女士 在4月25号的下午1点啊 由于周易在节目当中 对所谓的武汉日记当中 不实信息提出指出之后呢 马上就在微博转长文评价 周易是个小丑 那么周易呢 是在当晚7点之后呢 对她的这个 呃 所谓的抨击呢 进行了个回应 完了呢 人家回应完了 她就装无辜了 现在忙着转发存档 你自己回头看一下 你到底说了什么 其实就很简单 那么估计还是那一套 对吧 以此为证等待道歉 但是很遗憾的是呢 我们知道 之前张伯理是不会向你道歉的 同样周易也不会 对吧 那么要道歉的是谁 当然是你 对不对 为什么你应该像武汉 疫情期间因为你的造谣传谣 因为你传播不实信息 因为你这种种言行 导致社会恐慌的那些人 因为你传播不实信息 对政府 对政策产生抵制 导致疫情抗疫 施行受到了阻碍的那些人 对吧 那些受到影响的群众 那些志愿者 那些一务工作人员 王芳女士 你应该出来道歉 所以呢 我有什么好说的 对吧 那么这个王芳女士 我们直接跳过去 说最后一位 周婷小姐 这一位呢 基本上也是实锤啊 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 这里呢 是一个所谓的什么 什么惊讶大壮啊 有点自媒体的调调 说他为什么要认罪 那么基本上就是很简单 对吧 就是什么实锤 第一个就是实锤 这个事情 你翻没法翻 他为什么这次会被宣判有罪呢 就是因为去年6月20号 21号侍卫者呢 在立法院综合大楼附近聚集 对警察总部进行的包围和堵路啊 把来往车辆都拦住了 把警车都拦住了 因为这个事情呢 很清晰 这还得感谢他们所谓的那些 什么黄石记者 对吧 还有就是路上的那些监控 有视频有照片啊 你们什么时候过去的 在那边干什么 排得清清楚楚 所以逃不掉 那么认罪呢 他就第二个原因就是 还可以减刑 所以说呢 最后是判了十个月 其实我认为还是太短了 而且从他们当庭痛哭的 这行为来说呢 他们也没有想到 结果会是这个样子 此时呢 应该有可能后悔 对吧 应该学那个逃出国外的 罗冠聪那一类的人啊 逃出去了 对吧 又活得滋润 又能安全 还能拿个海外身份以后 还能以此作为一个政治影响力 对吧 到处揽金 自己走的太慢了 反应太迟钝了 估计是哭这一个啊 那么怪谁呢 只能怪自己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认为香港的检署啊 做法院的判这个事情 我认为还是网看一面的 因为从组织者的身份来看 他们要为去年 为期一年的香港的暴动啊 要负主要责任的 但是他们这些使作用者 仅仅是 待几个月时间对吧 我们看了 是七到十三年五个月啊 那么也就堪堪一年做完 所以说他们 这一次被起诉 也是去年这一场有实锤的 唯独警察总署起诉 这有可能就是西方所谓的程序正义啊 或者就是自由民主的影响之下的香港法律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在这种自由民主的氛围 如此的浓郁的情况下 你都被判刑了 那你基本上也就认灾吧 好吧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个小小的后续啊 就是说呢 呃 在前天吧 就说呢 周庭申请想改变啊 改变宣判的那个刑法 对吧 想改变成所谓的社区服务 或者交保 或者缓刑啊 这一类的操作啊 都被法院拒绝了 我认为很正常 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说 对吧 其实这些人很想法很简单 哎 我坐牢是增加政治资本 是我遭受到了哎 北京政府对吧 他们喜欢说北京政府的打压 我是反大陆反共产党的 我因此坐过牢 对吧 我是不同的声音 我是社会的另外一面 对吧 那么我们有常见的公职言论 就是啊 一个健康的社会 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所以我出来呢 你们还得让我当议员 对吧 我可以以此向上爬 拉拢反对派啊 呃 或者说他们所谓自己什么 泛民对吧 那么将会继续支持我从政 然后作为一个 呃 反面的声音 那么一直劳作香港的政坛 但是结果没有想到的呢 就是在呃 昨天啊 这个政治委任官员 对吧 那香港的宣示拥护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区 并且说明了后续的县职公务人员 都要分批开始签署声明 之后呢 香港的常任秘书长和部门首长 宣示呢 也就是在呃 在18号 也就是那个昨天的举行了 那么这就彻底把他们的后路给堵死了 他们为什么哭其实就很简单了 劳白做了 做完劳之后呢 你这个是暗底 不是勋章 这是污点 不是功绩 这已经不能成为你向上爬混正坛的凭证和依据了 所以说这个眼泪呢 他不是为了罪行啊 不是为了呃 遭受责罚的后悔啊 是为了自己将来而哭泣 换句话来说呢 你们哭得挺开心的 你们可是为了香港的未来 对吧 为了过去一年遭受你们这样打压 遭受歧视的那些 影响的那些香港民众而进行呼气呢 对不对 呃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动不动就说 哎 这个人 这这家店是什么 蓝店啊 要打砸抢 对吧 这个老头还被泼汽油 那个人家里还被砸玻璃啊 都不是人干的事 所以说回顾一下这个所谓的BBC 百大金国宝啊 这个含金量还真的是没有 这相比一看呢 这次给张规美女士巴颁发的这个时代 坎国的含金量真的是高 对吧 一对比啊 基本上就是天壤之别 云泥之别啊 那么 但是呢 还是很有意思啊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西方一贯的评评标准 对吧 就是说中国不好的 反中国的反专制的 反独裁 反独裁的 哎 就是人权民主平等 为了自由而奋斗 不管是之前呢 罗伯和平奖的那波人呢 还是这一次的所谓百大金国榜 不管你做什么 对不对 呃 很遗憾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张贵美女士啊 我们想一下 如果说 把她的中国共产党员身份去掉 对吧 然后呢 再跑进来一些什么所谓的VOA啊 DWA DW啊 或者说 之类的自由亚洲啊 对她进行采访 然后呢 说哎 当地政府不支持我 我一个人苦干苦熬到现在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再来几个NGO 伟光正啊 我们决定 那个对你这个地区的女高啊 注资多少钱 然后呢 在她再去国外 对吧 去某些高校讲谈 讲两句 她是不是也能凭上这个百大金国榜了呢 对吧 很可惜的啊 就是她是中国共产党员身份 这个改不了 对吧 第二呢 有可能你们这个百大金国榜啊 只有我们这个汪女士啊 喜出望外 格外的开心 第三呢 就是无论她的身份是什么 对吧 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好坏 不是看她是什么身份 是看她做的事情 要尊重客观事实啊 因此呢 受到损失的 没有凭上的 对吧 张贵美没凭上的 受损失的不是她本人 而是BBC 她们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出了 她们的评判标准 这个评判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年度全球百大女性 这个全球呢 是不包括中国共产党员的 就这么简单 好了吧 今天的忙忙论道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